大家好 欢迎来到凯丰云节目 我是明镜 今天是我们在2022年的最后一期节目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 在此 我和我的团队 恭祝大家新年快乐 健康平安 今天我们聊一聊 中共空军总医院爆医疗挤兑 中共高官拥有优质的医疗资源 为什么会在疫情中纷纷倒下 秦刚打破惯例 提前被任命为中共外长 能否改善和西方国家的关系 中国疫情大爆发 中共体制内官员也大量死亡 有网络消息指 北京的中共空军总医院也出现医疗挤兑 少将军衔的官员都住不进去了 28日传出的一张社媒对话截图 据称是中共少将杨花荣的简讯 内容是全家都杨了 丈夫老黄高烧住进空军总医院 该医院军级以上干部住不下了 自己不知道怎么办 爆料网友称 杨花荣是杨德志的大女儿 她丈夫黄欣是空军副政委 中将军衔因重症住进了空军总医院 杨花荣本人只是少将军衔 医院不给她床位 公开资料显示 杨德志原名杨靖堂 是中共所谓的开国上将 曾任多个军区司令员 有网友留言 这样背景的都住不进去 普通人就更不用想了 目前还不能证实截图中 是不是杨花荣发的简讯 因为爆料者称杨花荣为部长 杨花荣曾在总参谋部管理局 担任计划生育办主任等职务 但没有担任过部长 但不管怎么说 大陆疫情紧喷之际 病毒不可避免也在军营中扩散 从其他渠道传出的消息看 目前中共军内疫情是相当严重的 近日网传视频显示 中国锚地放尸体的地方出现身穿军装 迷彩服的人员 拍摄者说 尸体真的满了 北京301医院是中共的顶级部队医院 多年来一直负责中共高层的医疗和保健 28日 301医院第一医学中心急诊 医学科主任朱海燕 对《人民日报》旗下的《健康时报》说 最近急诊量持续高位运行 每天救诊量从四五百增加到七八百 朱海燕表示 送到我们这里的病人 基本上都是危重病人 目前每天有60名患者需要紧急救援 需要呼吸机辅助通气 气管插管等 29日中共军报称 北京卫戍区政军职退休官员 陆军后勤部部长韩之庆 因病医治无效 于11月5日在北京301医院去世 实际上 中共在结束清零政策之前 疫情就已经无法控制了 北京一名政法系统高官 向自由亚洲电台透露 早在11月中共二十大期间 北京医院内感染就已经很严重了 但官方一直在隐瞒疫情 中共解放军报16日刊文要求 最大程度保护官兵身体健康 文章署名军号 指出现今在中共军队内部 防控疫情是重中之重 基层部队的管理是高密度的集体生活 他们住在一起 吃在一起 并且军队与社会之间又有无法切断的联系 而中共军方缺乏透明度 外界猜测中共军队已经出现了感染 势头甚至可能比外界估计的更严重 所以文章中才要求做好必要的应对措施 中国各地疫情失控 不但军队中的高官纷纷倒下 现在退休的中共政府高官 两院院士各界名流突然大批集中染疫 并快速病亡 震惊朝野 我们发现他们大多是中共党员或中共的积极追随者 时事评论员维拓撰文表示 大陆高官和名流拥有大量优质医疗保健资源 属于中共独有的享受特供群体 因此他们的集中去世引发某种猜测 法广2019年9月17日曾报道 有一条北京301医院的微信广告称 2005年已启动981首长健康工程 其目标是为中共的老干部延寿至150岁 301医院称该保健工作已做了60年 形成了中华养生与西方医疗技术相结合的独特体系 301医院还自夸 这个医疗体系全球第一 中共领导人的平均寿命 普遍高于西方发达国家领导人 但广告次日被屏蔽 301医院在广告中称 器官功能再生被列为保健项目 让人联想到 多年来不断爆出有法轮功修炼者 新疆人 西藏人 以及普通民众被中共活摘器官 像武汉地区经常有大学生失踪 有韩国青年来中国旅游时 竟被盗取器官 如果权贵民流接受过器官特供 他们迅速过世 又和移植器官有什么关联呢 日本东京大学医学博士 郑杰接受大纪元记者采访时表示 与普通人群相比 器官移植接受者感染病毒的比率更高 他们的免疫功能和正常人比显著低下 更容易被病毒侵入 他们需要终生服用免疫抑制剂 而且病人往往合并有其他慢性病 一旦感染 更容易发展成危重症 而且医治难度非常大 郑杰认为目前中国国内的新冠病毒 有较强的感染性 器官接受者一旦罹患新冠肺炎 就需要合并用药 而药物之间的相互作用 对肝功能有严重的损害 与中国大面积感染相对应的是 当局指令阴阳禁阳 近期网上爆出的两件事引发热议 据搜狐网报道 24日晚 有北京市民发帖说 他儿子用抗原试剂测自来水 结果显示两条杠 他再测一次得出同样结果 他怀疑自来水阳性了 此外 北京 四川 广东 上海等地诸多民众 在微信发帖说 其所在地发现飞机拨洒不明白粉 之后当地大量民众检测出阳性 媒体人方伟说 按照中共不惜代价 达到自己目的的一贯做法 这次为了全民尽快达到奥密克戎免疫峰值 尽快过度清零造成的灾难 投毒这个事不能说他做不出来 不然全国突然爆发疫情 就没法解释 近期 中共病毒在中国大范围爆发后 公开信息显示 北京 河北等地大量死者 还出现白肺的症状 其中有不少是青壮年 维拓质疑 身强体壮的中青年也集中去世 是否和注射的国产疫苗无效 或有严重副作用有关呢 人民日报四川分社前社长 林志波 21日深夜发文痛斥 卡达世界杯观众秘籍 不戴口罩 没事 阿根廷队夺冠 举国欢庆 不戴口罩 没事 唯独中国 刚刚放开就全民传染 如果疫苗管用 哪怕管用一点点 病毒何至于如此泛滥 央视新闻联播报道 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召开第38次会议决定 任命前驻美大使秦刚为外交部长 原部长王毅卸任 奔系认为 秦刚任外交部长 说明习近平对他信任 但中共四面楚歌 无论怎么更换外交部长 也不可能和西方国家改善关系 秦刚在中共二十大破格进入中央委员会 是自毛泽东时代结束以来 首名从大使任上 直接晋升中央委员的外交官 如今 他被提前任命为外交部长 再次打破中共近年来的惯例 秦刚生于1966年3月 现年56岁 天津人 秦刚在中共外交系统任职30多年 曾两度担任外交部发言人 并三度派驻英国 中共媒体曾报道 秦刚担任礼宾司司长期间 参与过多场中美元首峰会的筹备工作 从未有过疏漏 包括奥巴马时代的习奥会 和川普时代的川习会 因此 秦刚得到习近平的提拔和重用 秦刚的外交言行多被认为是有强硬作风 这符合习近平要求中共官员要敢于斗争的做派 时事评论员李林一对大纪元表示 习近平当局打破惯例 将秦刚任命为外交部长 显示习对他的信任不一般 他认为秦刚任外长后 在台湾 南海问题上 中共会继续强硬 但是在对西方的外交政策上 会趋于低调 至少不愿因在外交方面过分强硬 凶狠 导致中共与西方关系加速下行 因为中共下行的经济 现在特别需要来自西方的救援 时事评论员惠胡宇表示 中共目前外交局面是四面楚歌 迫切需要一个新的外交部长来打开局面 所以让原本明年两会才上任的秦刚提前到位 但中共的极权体制 邪教本性 和中共高层领导的那种与世界普世价值观 格格不入的马列主义斗争思维模式 注定了无论他怎么更换外交部长 也不可能和西方国家改善关系 好的 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您喜欢看风云节目 别忘了订阅 点赞并转发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